本带消息 新华社今天播发新华国际时评 煽动暴乱注定不得人心 评论指出 美国国会不但不谴责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 反而借人权民主之名 为香港激进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 再度暴露其妄图乱港治华的险恶用心 评论强调煽动暴力只会让暴力蔓延 美国一些政客妄图借涉港法案破坏香港发展 遏制中国无异于一场危险的玩火游戏 终将自食其果